这是一场史上最奇特的整狗大赛 规则很简单 节目组安排人把狗主人抓走 看看当主人遇到危险时 狗子们能够追出去营救就算挑战成功 第一位登场的是大白 主人称他是最忠诚的狗狗 换人登场后 大白立刻做出反击的姿势 可谁能想到下一秒 大白居然挣脱链子跑了 果然是最忠诚的狗狗 这场面真是让人大开眼界 然后 大白头也不回的奋力奔跑 回归了那片属于他的草原 就这样 大白因为太过忠诚惨到淘汰 接下来是二号选手才选柯狼 主人牵着他来到车前 坏人们突然下车 发出了魔性的笑声 主人赶紧退后 更是给柯狼吓得他的小碎步就跑 此时柯狼一脸懵逼的看着他们 主人还在奋力的配合着坏人们的表演 很快他被坏人带上车 柯狼就这样目送主人上车 自己站在风中凌乱 然后就是一场生死离别的大戏 没错 你们看到的并不是镜子画面 狗子眼睁睁看着主人被带进了一间屋子 和下一秒 他居然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满脸带着微笑 感觉好像得到了全世界一样 甚至还多少有点困 最终二号选手以过于淡定的态度挑战失败 最后一位选手 是主人养育了四年 被主人誉为像女朋友一样的大话 那么女朋友会不会抛下他呢 咱们拭目以待 还是这样的一个位置 还是这三位有着笑声的坏人们 可大话丝毫不怂 眼看着主人要被抓上车 大话一个箭步紧随其后 想要和主人一起被抓走 差点就蹦上了车 经过坏人好一阵推伤 总算把主人单独关进了车里 趴在窗户看着主人 大话彻底不知所措 眼神力满满地难过 车子开始移动 大话跟着车子走了几步 等车底反应过来 车子已经开出去老远 而就在这时 他追了上来 虽然他跑得慢 但是他非常努力 大话一路追到了车上 寻找主人发现不在 一转头找到了坏人的窝点 毫无疑问 大话挑战成功 看来女朋友确实靠